九大鬼最重要是老例 即使是员工开年饭 经理都会当是摆酒 每道菜都会吃个耳朵 捨得好好看看 岑经理 你好 你是否可以写今天的菜单 可以 今天的菜单是开年的 我们公司连年都是用那张开年的菜单 因为老例开 有什么菜式?有多少菜呢? 通常是九大鬼 九个菜单 九个耳朵 很耳朵的菜单 长长久久 很厉害 原子笔也写到有北风 开年九大鬼 四季兴隆 四季兴隆是什么? 四季兴隆是萧珠 萧珠四季都有 很多时候开年 别人开一间公司 第一都是切与萧珠 证明它四季兴隆 四季兴隆都是生意好 王氏大理就是 法财大理汤 它有个有些豪市 需要王氏大理 因为这个是法财豪市 所以它就不用豪市 就是用王氏 哦 显桂鳳凰是法财显戒雞 即是凤凰就是代表雞 显戒它是独和音 就变成显桂 哦 哦 是 旧酒楼 新酒楼 很少都会显戒 现在的人 有些人都不懂 有些人都会特别找回来吃 其他欢笑就是 是虾 是煎虾 要慢火煎 慢慢在锅里烤熟 一团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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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原体 原体 红烧原体 即是法财原体 原体 通常原体 就是用生菜 一团和气 就是用生菜 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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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盈餘 年年盈餘 即是年年都有 有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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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是足部平安 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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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生上素 哦 是菜来的 是菜来的 就是用素菜 始终也有栽 是菜的 我们的上素 就是五样素菜 足生就是五样素菜 为什麽呢 五福临门 所以我们就是五样素菜 代表五福临门 很漂亮 我写了九个 最后是富贵大蜆 富贵大蜆就是 祝福一些同事 祝福一些同事 因为我们以前 就是 这些同事一吃完饭 就打麻将 打啤牌 那我们就会 整个富贵大蜆 就是希望 每个都赚钱 每个都赚钱 我先问一下你 你在这里做了多少年 五十一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是你几岁开始做 二十三岁 年年我都在 年年都在开年 因为老板就在 我们的旧员工都在 以前开年 我们是 年初一晚十二点 刚刚 踏正十二点 就开始 拜神 每个同事都去拜神 拜神 拜神那里 拜些礼士在那里 我们一装完香 就拿封礼士 因为我们旧式的公司 因为我们公司 今年八十了 现在没有夜市 那变成我们要 五市 所以现在就改了四点 因为疫情的关系 如果不是 都是晚上的 很多员工都 几十年的 就是老员工 因为公司 对那些员工 好 好像自己的家人 好像大家都是朋友 每个都很融洽 一路做下去 有感情 就一路做下去 好像自己回到自己的家 那样